这是1985年岳军向我老山边境开枪开炮的镜头, 岳军的肆意挑衅威胁着我边防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了打击越南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兰州军区第21级团军组建了第十侦察大队, 9月1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挑选出了757名战士, 编成了三个侦察连和炮兵连, 特种的 集团军在侦察大队出发前夕召开欢送大会, 为侦察大队的勇士们撞行, 战士们带着必胜的信念开赴南疆, 经过九天的长途跋涉, 于1985年9月29日顺利抵达指定战区, 在云南省马关县唐泽边安营扎寨 为了尽快适应战区山高林立, 气候多变了特点, 部队马不停蹄投入了临战训练, 训练中首先突出的是体能训练, 部队坚持每天进行负重万米长跑, 为了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和杀敌本领, 战士们爬高山攀掘壁, 挥洒了许多的汗水, 部队又根据战区的地形特点, 对射击训练进行了改革, 突出了应用射击训练, 同时又把各种战术动作和射击训练紧密结合起来, 达到了不管在什么动作下都能开枪射击的效果, 补服训练是侦察兵的重要训练科目, 战士们从实战要求出发, 从南从严认真练好每一个动作, 排雷组排雷能为补服人员提供便利, 工兵战士苦练探雷排雷本领, 另外有效的埋雷能阻止敌人的追击, 临战训练的好与坏, 可以有效的提高补服的成功率, 减少战士们伤亡的可能性, 各专业保障分队在训练中, 设想在战斗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 加大训练的难度, 炮兵分队在训练中大胆改革与创新, 使巴尔无后座力炮的超值射试验获得成功, 最大有效射程由原来的500米增加到2040米, 同时提高了命中精力, 战士们的野外露营生存本领也是补服过程中必须的, 当然战前训练中还少不了政治思想教育, 使部队的士气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前职仔细分析了老山西侧的敌我形式, 给侦察大队明确了进驻的地域, 为了早一天熟悉情况, 大队领导及有关参谋人员多次实地勘察地形, 为部队作战进行积极周密的准备工作, 大队还成立了敌情射情调查组, 化妆成乡民走村串相, 仔细查访敌情、射情和民情, 10月下旬, 侦察分队在即将接防地段的三个方向上提前开设了观察所, 进一步摸清了正面敌人的情况, 郭柏大桥位于老虎山东南侧, 是敌人该地区后方不计前运后送的交通药的, 12月2日, 我侦察三连奉命配合边防部队摧毁敌郭柏大桥, 我观察所在战斗中为炮兵准确指示目标, 郭柏大桥终于在隆隆的炮声中被炸毁, 我大队的侦察兵受到了总参的表扬, 12月8日根据成都军区云南前指的指示, 侦察大队向作战的第一线开进, 大队的特种联合炮兵连进驻马关县朱镕镇, 以援军指侦察连为主组舰的侦察一连进驻东挂岭, 和粤军的小老山阵地对峙, 以援184团八连为主组舰的侦察二连进驻毛平, 以187团英雄八连为主组舰的侦察三连进驻梦动, 第十侦察大队在一年的任务中进行了大小作战68次, 成为15支侦察大队中歼敌最多的大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